大家好,我是Stan 9月29号,艾布参加了韩国恐怖节的庆典 而在艾布演唱结束后 两位主持人的发言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当天,艾布在舞台演唱了11,ロボダイブ After Like等三首歌 在非常成功的舞台结束后 当时担当主持的两位协星突然对观众们说 这两句话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以为这样就很幽默吗? 以前还可以,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种话 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 喝完水后还会说间接亲吻什么的 甚至对内还有未成年人 脑子离家出走了吗?太恶心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如果是难来的话就会觉得很有趣 然后pull到Twitter上吧 未成年人什么的根本就是借口而已 不就是在庆典让大家快乐一下而已吗? 需要这么敏感吗? 对于两位主持人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八个蛋的最新金矿 昨天他更新了自己的金矿 Nayan,我刚去了坎东云特斯 他们想要知道2020年1月1日 有关从东京到首尔的飞机内发生的事情 我的立场是什么? JYP娱乐谎称是我攻击了经纪人 但事实上是我被经纪人攻击了 我告诉坎东云特斯 Nayan,你是目击者 而且你也可以解释三年前在那架飞机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Nayan,你能在接下来的10天到坎东云特斯跟他们解释 在2020年1月1号班级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花了8个小时向警方解释了我的立场 我希望Nayan,你也可以利用你一些时间去帮忙理清这事件的真相 真心的希望他能在警局继续强调 他跟Nayan两个人是彼此相爱 Nayan真的很爱他,是Nayan让他来的 证明自己就是8个蛋 8个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0月份即将回归的idol们 10月4号,男团ABCS将以第六张EP的主打曲Sugarfoot回归 男团TREGOR也将在10月4号 以迷你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Hello回归 10月4号,出道8年的REDWEB成员SILIGI 将以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Ispar region送入出道 男团TKJ将在10月6号发表第七张迷你专辑回归 10月7号,男团CKJ将以先取K4133回归 10月11号,MAMAMO将以第十二张迷你专辑回归 10月12号,将会有两位爱情文出身的女爱妥回归 首先是KUNUNBI将在10月12号 以第三张迷你专辑LITALITY回归 然后是大家等待很久的一千眼 将以第一张迷你专辑SOLO出道 NEWIST成员PAKO也将在10月12号 以第一张迷你专辑SOLO出道 而PAK CHI HUN也将在10月12号以第六张迷你专辑回归 最欧式男团OPTENTION也将在10月12号以第十一张迷你专辑回归 10月13号,女团KAPLA将以第三张迷你专辑TREVOR SHOOTER回归 10月17号,尤嘉艺德将以第五张迷你专辑ILOVE回归 女团LITALITY也将在10月17号以第二张迷你专辑TREVOR SHOOTER回归 接下来是虽然还没有确定的期 但是会在11月回归的IDOL们 KREEM CATCHER WE EYE JEE GIN KARA 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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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11. J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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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住不住 不住你 不住在家 啊不住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